好的 欢迎收看2017LCK春季赛的比赛直播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诺 大家好 我是浩凯 大家好 我是维塔 今天的话呢 第一个大场的对决呢 最终龙虎之争呢 是这个龙珠2比1战胜了Tiger获得了比赛胜利 那么接下来的话 今天将会在OGN带来为第二场非常给力的对决 也就是现在第二第三名的一个角逐 将会是KT对决三星了 这两个战队现在来说的话 咬得非常紧 那三星也是在最近的比赛里面 击败了很多对手吧 然后当然龙珠他自己有一点 就是自己掉下去的意思 然后那三星也是最近排到了第三这个位置 领跑第二梯对吧 你可以这么说 确实这两支队伍的话 熟知这个赛区的观众老爷们 肯定都是对他们非常的熟悉和了解 尤其这个赛区的话 这两支队伍一个是去年在整个世界赛 也是取得过很好的一个成绩和表现的三星 一个是今年的实力大增 而且现在也是比较强势的KT 那么同样的话 如果大家想看这样比赛的话 同样也是要记住 可以通过英雄联盟官方的赛事中心 或者选择外部独家直播平台 都以直播观看本次的系列赛事 那同样的话 也是英雄联盟最全新的赛事官网 全新上线了 那么最给力的赛事复盘资料 数据新闻 就在lpl.qq.com 那同样的话 今年的两大世界赛是一个是集中冠军赛 一个是世界赛 也就是很快将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首先的话是集中冠军赛 其实今天这场对决的话 可以看到两个队伍的话 现在都是可以对这次集中冠军赛 还是发起一些冲击的 都有机会去过去 都有机会了 那今年的话 集中冠军赛将会是来到 非常充满热情的桑巴国度巴西 那么还是要说一下时间 入外赛电脑的话 将会是在4月28号到5月6号的 圣保罗CBLOL Studio 小组赛团代赛将会在5月12号到5月21号 旅游热令炉的奥林匹克体育馆 这个半括世界杯的这个场地 那今年的世界赛四战将会是在中国 那小组赛预选赛将会在9月23号 至10月15号武汉体育中心 自门之一决赛将会是10月19号 到10月22号在广州体育馆 半括世界赛将会是在去年举办过 其中冠军赛的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时间是10月28号到29号 决赛决战紫禁之间 11月4号在鸟巢 说回到这场比赛的话 KT和三星他们上一次对阵的话 是由KT2比0干掉了三星 这两支队伍其实还蛮有渊源的 你可以知道KT现在的三个位置的选手 就是中路以及AD和辅助 都是曾经的三星王朝的老将 就是胖将军以及DAFT MATA 都是曾经三星王朝的老将 那其实今天三星他们的安掌门 也是我刚刚看到新闻 就是安掌门是刚刚跟他的女友订婚 是我在想 就是对吧 你很不开心 不是很不开心 你在想什么 就是安掌门订婚的话 也是这个赛季 和自己的另一半 是成功的订婚 不过同样我相信比赛就是比赛 在赛场上应该没有这么多东西 好的 那也是看一下三星今天鲜花无虎 安掌门直接上了 厉害 收发 那今天的话 三星这支队伍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在各大联赛 更新到春节赛之后 这支队伍的话 其实在人员上 还是保持着以往的这套阵容体系 那么这种的话 原本不败的队伍的话 反而是在磨合配合上 其实会更加的默契 对 他们之前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们有一套就是 哈鲁的那个组合 包括下路双人组 其实之前在赛季出现有一个轮换 轮换的还比较多 然后导致他们的战绩一直不稳定 但最近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就是鞍掌门 带着下路的鲁勒和抠局 然后这三个人 一直在作为现代一个首发 状态都非常不错 尤其是刚才那个top five 最后一个是成全了对方的五杀 也是导致刚才 其实他提到过的那名打野选手 可能下来更多的要赶紧的 冷静冷静思考一下 因为哈鲁这个选手 确实自己的一个进攻欲望 确实是非常强的 但是要张持有度 那在看完了三星的先发五名之后 接下来镜头就来到了 KT roster的 今天将会上场的 五位汉将来一起看一下 今天的先发名单 5个人就不会再变了吧 非常豪华的阵容 明星阵容 当然了这个赛季score 揽阔的MVP次数也非常的高 其实他能够在这么多明星选手里面 达到这么多次的MVP也不容易 对吧 确实 首先下路给他的压力就很大 包括中路胖将军 包括上路smab 其实这五个人里面没有特别明显短板 而且导致大家 他三条线都是LCK底巾的 就是三条线都是LCK底巾的 然后这个版本又是非常依赖于打野的一个联动性 包括节奏 所以说score这个赛季本来身上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是的 镜头给到了Dev 等于听说的MVP排行榜的话 对方今天 KRON 黄冠哥 现在是MVP的分支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看过去年LCK的观众知道SVIP的话 往往是他是喜欢领跑情歌MVP的这个排行榜 都很有可能吧 而且今天比赛应该也会非常好看 是的 这场比赛的话 也会是在周四的晚上 大家也是茶余饭后之后 今天可以看的一场非常给力的对决 更多的粉丝可能也会把焦点放在KT 究竟能不能够通过这场比赛 再拿到积分 再去追一下SKT的一个现在两分的一个差距吧 那这样看一下近期两支队伍的一个胜负场次的情况 可以看到KT的比赛基本上都是2比0拿下的 仅少数的一个败场是输给了MVP 后来是面对SKT的时候是打到熬战三局 暂时错失良机吧 对 对 然后最后最近是刚刚被就是状态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启示的金艳儿给干掉了一小局 金艳儿确实最近的状态有点问题 飞机队今天是坠机了是吧 我还能看 他最近几盘的一个状态还蛮好的 就拿了一个2比0之后 又是刚刚啃了一口KT 两边的一个五盲星的一个对比来看 那KT若瑟这边确实是除了在这个辅助的位置上 基本上都是完全cover住他们的对手三星的 在达野这一块的五盲星KT好像明显要高很多 当然我们都一直在说 看KT并不能够完全的概括一个选手真实的一个实力 但SKT确实在这个赛季上面来说的话 表现而且他场次也比较多 安掌门上场次数比较少一些 因为毕竟有一个替补去轮换 所以说也是可以 哈如的一个KT应该是比他要高一些的 他们之前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 是哈如的一个状态明显是比安掌门要好 但是安掌门可能就是做了一段时间替补之后 他的一个状态有所回升 最近那个状态是安掌门要好一些 两边的话 大家也都是可以说是宝京的赛季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老将 那么今天的话 两边打野究竟谁可以更多的盘活自己的边路 包括是刚才提到过的当前版本的一个中野 包括是中上 包括三条线的一个整个的联动串联起来 两边打野今天将会是非常期待的一个看点之一 同样的话今天两边的一个C位对决的话 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胖将军将会对阵 现在MAP领跑的一个皇冠哥 这两个人的打法都是比较凶悍 而且都是中单现在比较像是璀璨的明星一样 所以今天的两边的一个中野的对抗 可能会成为非常好看的一个看点之一 对那对于三星来说的话 如果今天能够拿下这一局的设立 应该算是最近的最好的一个消息了吧 因为最近他们面对对手并不是特别的强势 而且其实三星在对阵KT和SKT的时候 总战绩都是比较差的 就是输多赢少 对就历史上来说的话 渊源上看上去赢面比较小 但是今天的话也未必 就是我们还是把这个悬念留给选手 对的今天也是属于三星的一个复仇之战 看一下今天究竟能在KT面前怎么样的搞事 让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果然要放score个人的一个战绩 最近狮子狗螳螂KTA 包括上次2比0带走了对手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的选手 而且上次的2比0打的三星有点惨 确实这个0.3的这个全队KTA其实有点低了 在团队经济来说的话 也有一个1万 而且只用了一个24分钟 就是上次获胜的第一小局 那随着现在赛季各大联赛的赛程过半的话 我相信其实作为三星的队伍的话 也会比较清楚地明白KT现在一个战术思路和体系 那么在赛季一时的一个交手的话 并不说明一切 所以今天的话还是期待一下 双方真正在场上见真章智慧的一个对决 看MB神今天的一个发挥了 也是一名老将 时辰事业赛场也很多年 也希望他今天能够在面对对面score 给的这么大一个野区压力情况下还能稳住吧 就如果今天能够真的击败KT的话 他真的就是爱情事业双风收对吧 你老听到人家这个爱情问题 他女朋友到底跟你 他女朋友是那种他刚开始打这 也就是我看了个星红还蛮感动的 他刚开始打职业 他女朋友就跟他在一起 然后他们是在一起了有四年多 从一而之 对就是然后订婚了 所以现在距离你第一次登台LPL的话也是四年前 也是四年 现在你女朋友在你身边怎么样 并没有 哈哈哈哈 所以说赤裸裸的嫉妒吗 对不对 开个玩笑啊 其实今天来看的话 刚才也是给到了这边三星的中路黄冠哥 黄冠哥的话这个赛季进行一些改变 包括是自己的去年的棱角的一些磨屏 更多也是可以给队伍 带来很多的一些正能量方面的进步 Deft Deft的话近期可以想 EZ现在是版本最火的ADC的选择之一 而Deft的话的看家英雄之一又是EZ Deft的EZ的话也是玩非常好 可以说前两天那场EZ在下路 打断对面回程 然后直接一个EQ非常准的直接收人头 就线上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今天下路的一个对决也将会是充满了看点 因为相比较三星的双人路来看的话 KT这边的双人路就比较豪华 而且的话又有着很多打赛经验 包括是选手线上一个个人的硬实力的一个超群 所以今天三星这边的下路看一下 能不能顶住对方的压力 我们也是共同的比赛期待一下 刚才看Mata感觉有点紧张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 讲道理Mata应该是最不会紧张的一个人 Mata从来不会紧张 Mata的经验最丰富的一次 Mata就是一直以老人的一个观念在去看对 大局关强 好的 基本上双方的第一场比赛的搬配个画面上来之后 三星这边直接把马尔扎汉送上了班位 没有太多问题 那反手的话KT是搬了妖剂 也是当前版本基本上不能放出来的中路的英雄 就红色帮还是不太想去放对面的一个妖剂的 特别是在对面的一个妖剂玩得非常好的时候 就是考量拿过一场妖剂带了一个TP 是把整场的一个节奏给磐活掉 是的 如果看过上一个大局对决的话 可以看到Pray的艾希今天是亮爆全场 却是大招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先手控制 包括是团战DPS的一个伤害 还是比较足的 反手的话KT又是锁了男枪 现在在紫色方的话前三班经常会把男枪送上一个班位 搬掉一个蓝波逼你去搬一个青钢影 同时我可以拿一个狮子的 现在的话三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看一下KT这边怎么说 强行能看一下最后这一手班位 是不是要送给青钢影的情况下 在打野位置的话 三星这边会有一个优先级的一个选择 SMAP的话最近是没有玩过鳄鱼的 看一下会不会 但青钢影这个英雄确实现在 就算你现在太 放了青钢影搬了 放青钢影了 这边是搬掉甚至放青钢影 看一下你是怎么说是抢青钢影 还是去拿一个狮子狗 哎 库北刚才自己也笑了一下 意思就是拿不拿 ambition还可以去抢一个螳螂 青钢影 还是优先级很高 这边他们这个战术思路的话 就是搬选人来说到 他们应该是没有想到KT会放他们青钢影 所以说库北也是笑的很开心 但是其实现在放出青钢影的话 反而是维鲁斯 狗加维鲁斯 是的 你拿一个版本强势的点 那我拿两个版本 现在其实最强势的点 维鲁斯这边的话 其实从 如果从拿人来说的话 KT还小赚一点 毕竟他是一个 能够拿到两个嘛 对吧 看一下二楼怎么去选 而且青钢影也不是不可应对的点 就一旦是你这边 死扣擅长了一个酒桶打野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counter 最后9秒镜头一直在 MATA这个地方 看一下 是螳螂吗 这边是要 最近Score是没有用过螳螂了 最近他的狮子狗和盲森 甚至是男枪 都是一个比较高的 不拿 放你狮子狗 那这要是同时让三星 拿到了一个 青钢影价狮子狗 那感觉就KT就有点亏了 这样就有点亏了 这个上野的话 现在也是版本强势的两个点之一 拿掉之后再锁一手 现在远程功能性的狙击手 进 反手KT这一手拿的就非常关键了 选一个好打的青钢影的 现在鳄鱼 包括 剑 就或者说你先抢一个辅助 你用一个比较好的 去保护自己后排的一个辅助 去化解青钢影 你可以 这手的话 鳄鱼和螳螂 双方上来之后 分别是把 AD和上野的位置 都已经直接亮出来了 是 因为KT这一手不索鳄鱼的话 接下来可能就拿不到一个 线上能够打青钢影 打出优势的英雄 如果你这边前面没有拿鱼鱼 后面鳄鱼肯定是被绊掉的 送上半位的 在三星这边看一下 第二轮的一个搬人 卡尔玛 对 卡尔玛搬掉了 现在能够保护维鲁斯的辅助 塔姆在 露露也在 但露露对于一个青钢影的威胁来说 还是 就是防不住的 那还是相对而言 这个救火队员塔姆的话 可能是对于整个这边的输出位 保护 而且露露好防螳螂 不好防狮子狗 他毕竟有一手解控 这边是搬掉了一个狐狸 是在针对一下胖将军 但其实中单英雄还有很多在外面 胖面不改色 说你搬一个好了 我还有一堆 这边来看的话 接下来怎么进行在 搬佩克上继续角逐 这边是自搬塔姆 自搬掉了塔姆 风格很独特 那看一下三星这边 估计三星也没有想到 KT这边会去搬塔姆 这边三星自己就下了一跳 相当于是 直接把塔姆搬了之后 那这场比赛在辅助位置上 KT的话 还是不更好的人选吗 MATA是不是有什么大招啊 奥利亚娜有可能 这边是搬了两手胖将军的一个中单英雄 那看一下这边的话 应该是先拿一手辅助吧 先拿一个捷娜娜 然后把KT留给MATA 留给胖将军 KT这样的话 四手英雄选完了之后 接下来这边来看的话 阵容进攻性啊 包括输出都很足 包括他们这个双的组合 也是下路对线非常强势的 我还去不把对面 擒槛也放在眼里了 就觉得我线上直接给你打穿就行了 因为有一个鳄鱼 我线上也不会让你发育的太好 反观这的话 三星也是直接见招拆招 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所谓的有很高坦度的一个前排 对 但相信这个阵容 整体上看上去的话也不错 包括中路的一个辛德拉 KT这边选了一手瑞兹 并没有选的像艾克 或者像吸血鬼 这样比较偏发育的英雄 是的 这样的话 双方最后啊 这第一场对决的BP啊 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 KT还是我们印象里的 那个暴力KT 这是延续了这支俱乐部之前的 进攻流的一个打法 对 那这样的话 今天这场对决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 看一下双方上来之后 第一场真的是 针尖对麦芒的一手 进攻的对决 没错 确实选这种进攻型阵容的 好看 就是可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身上 对吧 而且观赏性足 就相比较上一场的这个龙珠的被动型 这边两边上来之后都很主动 青岗影和个鱼 这对CP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相生相克 相爱相杀 这边狮子狗加螳螂也同样是 对 没什么可说的 前两前一局BOO3里面 也是就看这两位打野 在野区对碰胀 那当然 就是KT这个阵容 其实没有给自己留太多的一个后路的 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滚起一路的优势 并且把这个节奏 掌握到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 中单方面的话 三星是绊掉了狐狸和发条之后 抢掉辛德拉 然后是留给了对面一个瑞兹 但是在ADC这个位置上的话 Defs拿到了现在当线版本的 伊哥维鲁斯来看的话 包括配合吉拉的一个前期伤害的线场压制 对于三星来说的话 Rola和CoJJ就有点要小心了 就线上打消耗的话 肯定是维鲁斯加上一个杰拉 会更强力一些 总之这场比赛的阵容 也已经选择完毕了 究竟谁会在今天这场关键的BOO3上 先下一程的话呢 让我们敬情期待 就在今天的2017的LCK春季赛 好了比赛正式开始了 那这边的话双方的第一局对决 三星和KT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 一个精彩的对攻大战 上来之后这边 哇 上来之后 这边是尝试下路抱团 找了一下机会 并没有取得任何的优势情况下 赶紧的正常的一个开局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来自这个法国的外国友人 也是这个来到LCK 专门跑到LCK的现场去看 是 祝福LCK 是的 这个的话就看不懂了 三星的粉丝 举起了三星的logo 还好不是举起了三星的手机 这样的话 开局这样比赛来看的话 ZEFT和MATA这样拿了一个 下路比较强势的双人组的话 在线上更多的可能还是给到 ROLO和KOOJJ的一些线上的压力 是 这边辅助护摸钱 中方都是一个F6开局 下路的话 金也是想好了 自己可能前期是会比较扛压的 鞋子四红出门 就点不出去 有点尴尬 而且金属于一个要换弹的英雄 所以在线上一个消耗能力的话 只有看我们LULU这边 强行弥补一点了 是的 鱷鱼和KAMIL的话 这边鱷鱼是带了多蓝剑出门 那鱷鱼的英雄现在当前版本的话 更多的还是要前期打野多过来光顾一下 给到这边线上编路一个单带的优势 对 不过KAMIL现在英雄强势的点就在于 他团战的时候一个收割爆发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强 就包括他在装备和等级起呢 就他的一个短CD的异技能 在后期单带的时候 其实没有几个英雄可以打得过他的 是的 这边消耗一套 这边的话马上一个小走位是躲掉这一发W 是的 躲开这发W之后暂时自己的血线现在并不是很健康 双方现在下路上来之后互换血线 两边打野的话分别开始在野区的话赶紧的刷 这边螳螂早的来到一个双人组 而且这边入到这个位置很危险 直接逼闪现 还好鲁鲁有一手互动加上自己一个治疗 也是成功地逃脱了这波危机 与同事的话中路这边也打了起来 胖和这边的Kron直接互换了一下血线 现在分别都是在最后的三分之一 但现在胖要小心 因为他的打野是在下路路面 而对面的打野其实还没有路面 这边胖好像选择回家 下路这边进把闪现交了之后 嗑药还能回一下 这边胖回家是双 双蓝水晶 他并没有选择先做旅程之类 而是一个双蓝水晶的一个处装 这个倒是比较少见 记得这波兵线的话 下路这边戴夫和Mata继续 把兵线往对方的这边带 下路这边不敢轻易去动手 因为静耀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个走 但是这边戴夫的双招 包括是Mata的虚弱都还在 打野如果找一个核子的产品 再过来光顾一下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确实 W这边过去 Mata刚才那个小走位躲掉了 进的这边滑台还是挺重要的 还好躲掉了 刚才那一发的话 其实要不躲掉的话 其实很危险 上路依然是这两个人 在线上和平的一个发育 而这边的话 ambition来了 刚好这个眼威消失 也是看到了 这边过来凶一套 四季的一个鳄鱼 还是很灵活的 可能鞍掌门刚刚那个位置 也是卡了一下对面的一个眼位时间 应该在对面放眼的时候 自己的双人怒是记录了一下 对面放眼的时间 应该是卡了这个时间点过来的 但是刚好是就那一秒钟还没消 这边的话看一下 其实今天KT这手选择在第二手能拿狮子情况下 反而拿了一手螳螂 再配合维鲁斯 包括终端瑞兹来看的话 这边其实在团队见面之前的一个消耗和破口能力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的 而且胖对线也非常成功啊 在前期新的拉自己并没有落太多刀的情况下 还选择了 就是还有机会能够比较早的回家 三星的话其实就有点像第一场比赛的那个Rox Tiger 今天这场比赛一旦控制的话 这边点爆发可以瞬间收割 卡米尔在线上对鳄鱼来说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中路晕珠打一套 这边胖的话又是刚刚又是回了一波家 又出了一个洪水局 确实在面对新的拉的时候 也是要早早的做一些生命装出来 不然对面这个伤害确实还蛮爆炸的 补充一下自己的三维 但是现在自己的血线仍然是被对方压的 就是很健康 这边这个晕差一点点 这波晕倒倒感觉胖掉人要被打出闪 上路同样的没有优势 现在三星来说的话 前击还是打得偏稳了一些 两个打野前击都还是比较偏刷 对的除了中路这边的话 看到其他两个边路的话 都是现在被KT烧到了自己的半场 露露 露露的话近期作为辅助的登场 几率也是非常的高 胜率达到66%左右 就反正露露最近的一个登场 配合EZ配合大嘴 胜率都是比较高的 团队保护性强 而且关键时刻那手变扬 也是让对手很难射 而且他在线上的一个对线能力也不弱 也可以推线 也可以帮AD推线 开局来看的话 反而是这边稳扎稳打 双方的这边补刀并没有拉开 Ruler这边的话 这个赛季可以看出来成长了很多 很稳 Mation继续刷 前期的话下路稍微漏了一下小偷之后 并没有其他去编路搞事的一个做法 就Ruler在被对面的一个打野先来照顾一波 打掉一个闪现的情况下 反而是补刀要领先 很稳 就追一波冰吃完的话 应该是可以领先接近十刀的 Ambition这个位置到下路来了 看一下这边的话 KT这边有感觉吧 因为近这个位置走我有点靠前 Devd很小心 远程再消耗一下 毕竟狮子狗没有到六级啊 所以说对KT来说下路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想抓到的机会还是比较小 而且这边螳螂一旦是反奔的话 可能还打不过 不卡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很快这边 KT的下路双阵阻断达六级的话 其实试着狗过来机会并不大 嗯 这边两手反手的一个控制 对啊 可能你按在地上就一跳打死 这一波可以倒六 看到六之后 Ambition的一个选择 这边倒六之后 直接奔往下路 带着红buff 这波很强势 但是对面在河道那个草丛 是有一个睁眼的 这边的话 安掌门选择先往自己后草这个位置走 后草是有睁眼 等待这两个巨弹兵被打掉之后 再过来 看一下 来了 这个位置是卡了一个视野盲区的 嗯 这边的话是在后草进行一波埋伏 但是觉得没什么机会 回家了 毕竟这一波的话 确实是感觉有点太长的路线了 嗯 上路的话 KT这边是想对Covie有想法 Skull的话 这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主要是刚刚新的拉清完兵线时候 是往上半区靠 所以说KT也没有选择直接动手 对吧 上来打一套消耗之后往回翼 是的 这波蓝buff刷新 而KT是之前 就已经在这个蓝buff区域布置了视野 这一波的话 把三星的人员靠过来 对面也不敢不敢过来硬反 因为对方有新的拉在 所以对这个蓝buff的把控性还是非常的强势 没有必要这波铁而走险往前上 要投新的拉的还是比较 这边瑞兹推完B线之后往下路靠一下 这边入了的话极限的一个闪现躲开了对方的大招 这波又是卡拉里的扣接接去做视野的时候 直接一个大招逼你闪 但KRONG在中路的话 其实给胖的一个压力还是有的 这个位置 看一下对面有没有打野 没有的话 确认安全上线 新的拉这边已经压了一个等级了 这边推差一点点 但是消耗方面还是新的拉要占优势一些 毕竟手比拈长 看比较上下的时候双方还都在互相试坦当中 虽然说双方都有无限种可能存在着 先手进攻性的一个在编路的一个搞事 但是密切感觉双方现在还是比较平稳的 过渡到了一个前中期的一个阶段 而且KRONG这个新的拉在线上 已经是利用补刀的优势 就已经领先了有一个500多块吧 这也是前期 前期确实新的拉在线上更加凶 这边的话KRONG也是压制了一下胖 主要是对狮子狗来说 到6的那一波没有给下落 这一波的话蓝buff直接自己拿掉 SCOAR这波的话也是觉得 如果等待瑞兹过来的话 那可能有被反的风险 因为毕竟胖是被压线的 他要等胖受完拉伯塔兵再过来 那可能要被反了 也没法去下落做支援 Abbation这一波的一个位置 看来是想往上走 直接闪现E逼你的一个闪 这边的话也是横果的 这边一旦是被困住 被MATA接上大招了 可能自己要交了 这样的话其实中路刚才这个蓝buff 因为被动性的SCOAR去把它收掉之后 导致这个节点 其实胖没有这个蓝buff 还是比较伤的 对 因为他现在需要蓝buff 去叠自己一个旅程之类 包括在他的线上 有蓝buff的话 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些 跟辛德拉的一个换血 没错 他现在消耗能力的话 也是没办法 对方狂让有蓝buff在 这就无线卡距离打你 你也很难受 而且不太敢用技能去倾线 基本上被动都是要留着去 吸收新的蓝伤害了 打也过来了 但这一波主要比较尴尬一点 是MATA如果开大的话 线上是能听得到 这边想回家 看下口网 这边是不给你回家 两个C位现在这边的话 三星都是天然的 这边手工的一个 辅导优势 领先一点点 你不让我回家 我就再轻一波 暗掌门这边也是 站的这个位置 眼闻是刚好没有看到 双方上单的话 现在都是布甲斜 因为都是比较忌惮 对方的一个伤害 包括双方打也都是AD英雄的话 其实布甲斜的收益很高 这边直接动手 暗掌门配合着枯萎的一波杠狗 Smip这边开出大招 但是Q技能回一手 两段一技能 接闪现跑掉了 这边Smip真的是临危不乱 但是后续还要不要上 这边枯萎有闪现 这边要闪现天下二段 剪刀脚扭掉 但是还是被踢掉了 毕竟是个卡密尔 这边Smip已经是极限操作了 对 余同时的话 下路这边竞也拉起了大招 这个防御塔的话 现在看一下KT 能不能把医学塔收入囊中 你攻我的上路 那我就要拿你的下路医学塔 是的 这样的话成功地 把医学塔成功收掉之后 可以弥补一下 刚才上路这边 鳄鱼的一个医学的交出 而且还可以把兵线 推到二塔里面去 这条风龙应该拿下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样的话 你拿个医学的话 我拿个医塔 可以再拿条这边的元素龙 KT这波的话 转线打的还是比较的明智 而且在这种资源兑换上面 KT其实并没有落后 就你拿一个医学 我拿一个医学塔 加一条元素龙 而且兵线方面的话 我也没有亏 鳄鱼并没有亏线 KT刚鳄鱼死的时候 兵线是已经推完了 这一波兵线刚要卡在中间 其实鳄鱼并没有亏什么 只是交了一个人头而已 而且Smip也是老鳄鱼 刚才那波极限的操作 一般所有人都以为 要交代的情况下 还可以成功地 这边在跑回这边的特效 已经是把对面的闪 也给逼出来了 拖了很长时间 把他这个位置是往上 做一下视野 但这里应该是被三星的眼看到 但鲁鱼现在在下路的话 没了 鲁鱼就很难受 相比刚才上路 鳄鱼这波阵亡的话 现在毕竟自己身后的 这个塔还是在 而反观现在 本来就是小短腿的 这个鲁鱼更多的可能 还要养装自己鲁鱼的 一个超高的保护性了 对 没塔的话 这个静发育 还是比较危险的 还好辅助是个鹿鹿 保护和激动能力还可以 而且其实就算是 Smith死一次 他在线上也不怕 你这个青鲁鱼的 你跟我单打单 还是不怕你 但对于三星来说 有个好处就是 并不像 就是鳄鱼去打青鱼鱼那样 在前期能够 比如说鳄鱼起飞了 比如说前期拿到三个人头 现在这个节奏 三星算是找回来一些 在中午这边 KT想抱团 压一下试验 一直在争夺着 这边野区的一个视野 上路的话 鳄鱼还是打得很激进 就Snap这种打法 就是一直要把 对面的打野给牵制过来 那同时我在 清湾里兵线的时候 就算你杀了我 你也不能够 获取更多的一个资源 那同时也可以给队友 创造出更多的一些 就是入侵对面的 一个野区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把对面的打野牵制过来 你下半野区打起来 肯定是少人的对面 而且另外这边的话 双C位的一个瞬间的 一个比较快的 集合能力的话 也会形成小规模团战 瞬间KT这边占优势 而且拿了条风龙 风龙对移速也是有个加持 那Snap这个位置 拖着青钢也很长时间 下路继续让Dept和Mata去发育 但是好消息对三星来说的话 战比在目前为止的话 中单球女辛达拉的发育 黄万哥表现得还是不错的 好 就至少在线上 对于胖的一个压制 还是做得蛮到位的 现在补刀已经拟线了30刀 确实球女这个英雄 在线上面对这种 手稍短的英雄 打起来非常快 看一下这边 过来两边的打野都在附近 这边Snap上去 没有留住啊 这边Score先赶到 那女子同时 这边狮子狗在侧面 而且双方的中单都快到了 但是KT的双人组 就已经是赶过来了 这边一个E技能 没有留住人 但是KT这个位置 要被瑞兹流跳过去 KT要先被打出闪 而且弹飞 直接是由胖将军 收掉了KT的人头 遭重了这波 这波妈她的支援 非常地及时 开车还要再留 Core姐姐 Core姐姐这边先减速一下 自己手里有闪现 不是特别着急 但是胖这边的话 好像不太想放你一条深路 贴脸 逼一个大招 站着队路一条 之后 露露的话 手里捏这个大 应该还是可以安全地成功身退 而且KT这一波转线 节奏不光是支援非常及时 而且可以顺势拔这个一套 他在上路的话 成功的 Smip也是拖延了对方 很多的一个时间经历之后 成功等来了自己的队友 现在这边的交代出 大家定住枯萎 一套伤害 枯萎没有任何的防装 只能惨死塔下 是的 最有过来的话 也是无际于试的 毕竟是露露和狮子狗 韩比选这个时候 只能看着自己的枯萎 阵亡在自己的塔下 而反观的话 自己现在也不能上 对方这样的话 上了之后 两条边路的防御塔 都是已经成功的带掉 KT在这一波的一个 转线处理上 做得非常好 他们是先转线 打支援 打赢了这一波 小规模团之后 后续推塔的 找到一个机会 卡对面卡米尔 走位不太小心的时候 直接顺秒卡米尔 这也是开局的 瞬间的刚才下路 那波抉择的一个 比较好的滚解学的 连续所反应 因为下路更短的 给这边释放出来 一个可以来到上路 进行一个 可以换身的过间 对 有塔的一个先手权 而且第一时间 其实三星 包括来的时间 也是要比KT晚一点 就KT已经蓄谋已久了 这波正好是 给到上路的一个 可以过来一站的 一个支撑的空间 而且刚才瞬间 收到防御塔之后 还有一个 枯卫的意外收获 导致现在 清刚颖的刚才这个阵亡 其实也是让枯卫很难受 对 其实刚才这种打法是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这种打法是 在换线局里面 就在很久之前 可能速拆塔 S4 S5的时候 打一个换线的一个节奏 这种打法是 很常见的 就是在 我先拆掉这塔的情况下 我的双人都可以 迅速地换掉另一条路 然后打一个多打手 然后解放双人路 杀人把塔 解放双人路 杀人越货 完了之后 直接让上路去扛压 上路其实是会被牺牲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 换线局 很多上路都属于大树 那种类型的 就是扛下压 无所谓 就打团还是很强 是 但中路这边 代表可以疯狂地去消耗 三星小想压中路的话 其实压力比较大了 而且这边KT的一个 亲线速度还蛮舒服的 有一个杰纳加维鲁斯 你这边兵线进不来的 复合能力上 确实这边的话 更胜一手 这边W定住 看到西奈拉不在 中路压一波 这边Snap 在线上继续找机会 给你打 在冰B剩这边的话 杀一个核道蟹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这个走位情怀鲁鲁还在中塔 这边MB身的话 要小心自己的走位 来这边包过去了 安长门这个位置很危险 这边是先跳下鳄鱼 这边Snap开启大招直接粘人 上去逼掉安长门 闪现之后 螳螂也是 马塔来了 跳过来这边一个剪刀角 但是马塔这个E 直接是让安长门没有办法跑 再次是马塔这边 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又从此的话胖很狂 黄神PK这个位置 QQ到了 这个位置 KRON只能拼了 不能跑啊 这边Q没有砸到啊 大招伤害不太多啊 这一套关上去没死 而且最后是闪现 想躲你一个Q 但是KRON这一波的话 是闪现和虚弱都没好 没办法 而且邝刚才这波的话 下落有点犹豫啊 先来看这边 胖杀掉了KRON之后 赶紧的从边塔逃脱 感觉应该会有回放 KRON它虚弱 应该就只有几秒CD 刚才 而KT的话 现在也是打了一个 目前为止 很少有队伍会去动的 峡谷先锋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防御塔 这边两边带的比较通透 这波人头 给到这边胖鸡杀了之后 现在这个瑞兹也顺风顺水 对 很长士气啊 就 KRON觉得 就是前面 我一直在线上这么压力 忽然一波 你怎么跳起来打我 而刚才几波 其实可以看到 关键开团的时候 这边鳄鱼啊 Smip是非常赶凶 这边利用自己二段E的一个技能 成功的用W可以控制对方关键的一个先手 导致这边MATA可以后手的一条控制链的combo的衔接 我这边RULU的一个补刀还是一直领先于DEPT 中路这边的话 其实只能靠辛德拉一个人去守了 而这个节点的话 两条边路的防御塔的一个丢失 现在是三星要最头疼的一件事情了 对 而且主要现在经济不好去分配 因为刚才辛德拉去跟瑞兹单带的时候 发现瑞兹已经有了一定的单杀权 而且刚才还没打过 这个是最伤 而且如果说中路靠CRUN在清线的情况下 其实也会影响入了一个发育 是 CRUN拿到蓝BUFF 现在三星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 现在进入了KT的一个强迫的体系 一个强势期 中路的话是可以靠DEPT过来压一下血量的 而且现在瑞兹这个点去呆的话 你这边没有人可以打得过他了 辛德拉现在已经打不过他了 他现在有大魔抗 而且青纲引过去跟打 由于你没出任何魔抗装 其实拼伤害到瑞兹也不怕 而且你关键是重点是留不住 这边的话留人能力也是不是很强势 这样的话是利用这个timing把几条土龙 KT也是顺势收入能中两条元素龙 这边中路想找机会 一个大招再逼一个闪现 RULA反应非常的快 但是现在看这波被消耗了之后还是很难 开车过来想留 安掌门 安掌门被晕住 后续的控制也跟上 把SPEP收下安掌门人头 安掌门也是没有闪现的 这一波走不掉了 因为刚才中路这边 是成功的被对方逼了一手闪现之后 安掌门也赶紧过来保一手RULA 但是这样的话 成功的知道了 你在野区的一个动向 但现在的话 KRUN是一定要参团的 因为他如果不在中路的话 光靠近和路的一个清线能力 是守不住这个塔 现在这边KT直接 鳄鱼和瑞兹两条边 继续用兵线给到你压力 直接跟你玩带线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瑞兹和 就鳄鱼这两个点 没有人能去处理 而且这波131的话 其他的三兄弟 还有超强的破壳能力 中路的话 让螳螂和威路斯一起破壳力 然后有一个杰拉反手 你这边强开能力的话 其实如果青钢引不去 也并没有太强 这也是上个时候 刚才咱们三个都在质疑 说为什么这边放着狮子狗不拿 而且先锁了螳螂 这边确实破壳能力来看的话 这边如果打131 灌较到底的话 确实 螳螂更加适合这套体系 而且胖是个瑞兹 瑞兹其实在转线上面 也会比较灵活一些 再加上KT拿了一条土龙和风龙 一个是转线 一个是青野的能力 都会有一个提醒 而且这要风龙的话 更多的可以让他们在 边带的时候 包括在转线的时候 提高自己的机动性 相信这一波 看一下中路两个三个人 不好守啊 这边的话 现在Def的这边的 破壳能力非常的强 中路伊塔也是成功拔下 那现在的话KT是拥有一个 四座防御塔的领先 狮子狗现在的一个进场 除了六级的那一波 比较下路比较强势以外 他到11级 二级大招的时候 也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现在矿线是这边 KT的上野的 两把黑切掏出来之后 现在中路胖的 现在的发跃是非常的棒 现在只有KRUN能够去边路 带一下线 赶紧处理完就要过来中路 配合队友 而且这个时间点的话 KT已经是开始控制起了 一个大龙区视野 让有TP的一个smap 去到下路去带 没错 这波野斧的 现在瞬间把视野的一个占领 也是始终给对方的心里 埋下一个伏笔 究竟这条龙的话 对方有没有兴趣 不得不说 MB神这一场的一个刷野术 确实摇摇领先 因为确实安掌门掌比赛 也没有其他渠道编路 进行一些搞试和剧 只能赶紧的利用补刀 补一下自己的团队的一个劣势 是 看一下这边四个人抱团 排一下眼下落的话 鳄鱼给的这个压力太大了 现在拿这条鳄鱼之后 枯萎好难受 虽然现在有三项在手 但它有峡谷先锋 这个代塔速度又快 你只有枯萎这个青钢 一想打得过鳄鱼 至少还得过个十分钟 我可以看到 这是肉眼可见的 一个转线的速度 这边还好被视野 发现了对方的一个动向 但是现在最头疼的 就是这边守不住塔 这边的话还剩一点点血 但是三星冰没有选择 冰没有选择放这个二塔 选择集合过来守 但是你集合过来的话 这边人就直接撤掉了 你现在不敢包 你现在哪敢去包 这个很尴尬 两边现在边路就是 你下路吸引你所有的 这边经历之后 你把战火往下路开始烧的时候 我这边上路胖的话 继续带 顾此识彼 声东击西 KT现在非常灵活的 要看这波先手 直接绑住 路拉这边没有闪现 这波也是再线难逃 同时的话 上路里边还打不死 抗将军 但是酷吉吉来了 看一下 转过来 Q技能没有减速到 打出风旗了 其实挺难留的 而且你皮克斯挂在瑞兹身上 也很难留 因为瑞兹的一个 有风旗的一个走位速度 可以来回摆两下 你皮克斯的一个方向 是不固定的 马塔刚才中路一个先手成功的计刃到对方的AD 与此同时的话 瑞兹也是上路成功的逃脱 这一波要争动一下视野了 露露刚回家 这边想利用大龙区的视野埋伏安掌门 安掌门只直接被钉到了 哇 安掌门在这摆来摆去 最后还是被DEFT一箭给射中 来看卡米尔 酷吉这个位置想包扣 打野阵王的话 smap下路的话 又带掉一座防御塔 感觉现在KT牵制的三星有点 就是 而且这三个兄弟随时都可以把这招龙开开 对 有杰纳的情况下 打大龙是可以的 就如果你要接这个龙团的话 其实下路让smap一个人 可以把这条把高地带完的 大龙逼你团 如果你要来龙的话 下路更好的这边利用一个兵线 进行一个防御塔的一个牵扯 而且卡米尔如果在跟 就恶于淡淡的情况下 已经把大招或者闪现用掉的情况下 其实对于KT来说威胁就很小了 这边三星也是抓住一个 对面回家的空档期 赶快来做一做大龙区视野 因为对面过来之后 想来做视野可能就 有点难了 但也蛮难的 因为露露一个人的话 做不进去这个睁眼 上路的话 看到瑞兹没什么办法 现在没办法 现在整个三条线被对方这样的压 导致整个野区的资源 视野都是不断的丢失 被蚕食的太厉害了 慢慢的就 打团也击黑不起来 而且推塔树上的话 这边三星是一座塔都没有推 现在最尴尬的还是卡米尔 现在卡米尔找不到合适的时间 你这边的话 现在并没有跟对方团战一战之力的一个机会 而卡米尔的话 一味地被对方编露进行一个单载的牵扯 现在也导致自己发挥不出自己的这个有用之处 对 而且现在他还带 这个时间点还是带不够鳄鱼的 就他至少得等两件输出装装 加一件物抗装出来之后才打得够鳄鱼的 就三星现在的一个思路就是 我能够再拖一点时间 找一个破绽 但现在对于KT来说的话 在野区抓住能力太强 三星只要进野区就是频繁的失守 但是三星还是想去做事 而他们又一次被困住 那没有任何机会 直接阵亡之后这边 胖海想绕后再抓人 但是没有机会 这一波的话可以去逼大龙了 对面打野阵亡 鳄鱼过来了 这一波五个人一起夹攻大龙 空这个位置没有视野 根本不敢过去 对 只敢拿技能去探一下路 但是对面的人其实都在附近那边 枯萎在这个位置放了一个眼 但是瞬间被秒掉之后 看一下KT直接选择开始动大龙 打龙非常的快 看这个节点 戴布特在远程消耗一下 这边的话 近开启一个 我们先打一套血线 对面的人放弃了大龙 直接往外走 但是戴布特的血线已经被打散 而且Score也是被龙喷成了一个残血 那这条大龙是守了下来 果断的放掉之后 再次胖回到自己的线上 刚才这波的话 揉了一个大招 成功的还是阻止了对方的一个大龙 这个枯萎还想去牛人吗 这边直接一技能 留住了一个胖将军 与此同时 自己的队友赶过来 能不能打得到 这边的话大招弹飞一下 配合枯萎的伤害 直接是弄死的胖将军 他感觉这一波不如去推中啊 这边反手的话 应该是想去推下塔 但是应该是先拿这条小龙 这条小龙是一条火龙 应该是先去小龙的 因为这个节点的话 三车现在也不敢去忙 这边的话枯萎 剪刀角是来了一个来回摆 结果自己是玩死了 他刚才剪刀角是 踢到一半又踢回去了 这个有点没看懂 这个决策其实很大问题 就是不管拿小龙还是推中 因为刚才是有兵线的 对 感觉都比追这个胖将军要好 可能推中塔不太好 因为维鲁斯倾线速度是很快的 可能拿小龙 当时维鲁斯在家里 对 拿小龙是最好的一个角色 而且还有一条火龙 那这样子KT的话 风 土火 三条龙 主性都不错 是的 关键是这条火龙 拿下了之后 现在导致KT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团战这边AP AD的一个加成 之后更加的有先手大龙的一个优势 那这样的话 现在刚才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枯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边是踢了一脚 然后又躺回去了 他这个确实是自习的问题 这个为什么会躺回去 他是想拆一眼 他可能是看见 对 他路过有个真眼 然后踢过去 然后又踢过来想拆真眼 对 但没必要 这波踢眼服势代价是真的是太大了 对 你把自己的位移用了 然后踢到对面的一个人队之中 一颗真眼收获了300块 这边戴夫的尝试一下 还是在争作大龙区的一个视野 现在大龙 现在安掌门非常的急 安掌门现在要赶紧的抓紧时间 把视野赶紧步出来 前面的话 不能一直让自己大龙 是一个视野的盟区 但是往往现在是一步的视野 自己就交上自己的面 对 安掌门 不太敢像刚才那两波 去做视野了 我觉得 因为确实对面这种远程的 去控他的技能太多了 有杰拉的E 维鲁斯大 包括像瑞兹 也可以直接过来W的力 而且关键现在这个节点 因为前期发育的 实在是太顺风顺水了 一旦控住你的话 一套技能 要么你就死 要么也太惨了 对 伤害太高了 伤害太高了 而且鳄鱼现在的下路给压力 这一波是也不做出去的话 就是慢性死亡 确实这样比赛的话 螳螂到目前为止的发育 真的是太顺了 后方是有一个TP的眼威 但是KUKUI 他这种出装的话 现在根本就不敢绕后踢 Swipe现在可以更多的用边路 进行更多的牵扯 导致对方现在去顾一下 自己的边路 然后转线 我直接开你中路 这边鲁鱼被定住 鲁鱼要直接被秒了 这边的话胖小姐 开车开到身后 直接是 什么情况 鞍掌门踢过去想救 但是自己这个血缘很危险 还好鲁鲁给了一个大招 抬了一手 刚才这波的话 戴布特先手 非常果断地开醒了 这波团战之后 然后成功地扎掉 对方的核心的ADC 这样的话可以顺势 看一下转到大龙这个区域 卡蜜尔是有TP的 这一波看一下怎么说 卡蜜尔这一波是有三脚有聚酒 还是有一定输出的 这边的话 三星 开的很果断 马萨这边有一个一技能 不会就想从侧面开团 应该是 他这边应该是想从侧面 直接是一技能开团 这边一个一技能 减速到配合队友的输出 是直接带走了 特朗 会这波问题很大 刚才这几波操作 有点看不太懂啊 那这样的话 刚才成功大龙拿掉了之后 主要这一波其实 暗掌门没大招是很难去 配合他去抢大龙的 这基本上是没机会的 而且马塔还卡 就是卡在上面那个眼 就是上面那个草里 如果说第一时间 看到暗掌门想从上面 跳下去的话 是有机会先去留住他了 给他双方目前一个经济差距 来看的话 双方的ADC和打野 现在经济差距是非常的明显 看能不能强行手下高地了 卡蜜尔这波回家做了个水盈 关键现在目前三星这套阵容的话 手高地能力也有点差 手高地只能看crown 他们这套阵容 手高地的话 只有中路的金德拉 只有crown的一个清线 是不是想到了 今天第一个大场那只蛇女 都是很难受 其实真的很难的 因为如果说三路都有压力的话 crown去哪一条路 那条路可以守 但是另外两路就面临着一个 很高的一个威胁 现在鳄鱼的话 更多的也是为团队 做一些这个肉装的一些 他马上也是双抗成型 那双抗成型smap这个鱼 在团战里面的一个嚼石作用 就可以更加的恐怖 没错 这样的话下路这波兵线过来看一下 这边想开一脚没有踢到 反手水盈解掉之后 自己的血线很危险 只能往后拉 关键时刻 露露保了一手 这边的话赶紧撤 宝泽的话 突然要交上自己的性命 拉起大招 但是这边的话 防御塔还是被KT 虽然先带掉 这四发也是成功的劝退对方 但是对方看一下 接下波兵线会不会继续对这个水晶 发起攻势 上路这边的话smap也来了 虎威现在的话 打不过smap啊 两翼齐飞 现在怎么说 中路线也还不错 下路直接推你的一个水晶 上路的话smap这边也是压着你打 现在好难受啊 真的只能靠框了 没人可以过来手清这个兵线啊 很难受 最后一点点血线 胖应该是直接点掉 这边虎威上了 狗要直接打 但是smap这边直接开大招 硬弄先弄死青钢椅 反手鞍掌门也跑不掉 要完成一波双刹 这边一换二之后 秀了一点的斜花下 露露赶紧撤并不赶上 完全不讲道理 镜头给到smap 这边的话还要继续再打 是说给到ruler 在ruler这个位置 瑞兹技能差一点点距离 没有打死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要顺势一波 这边TP过来 直接是可以把你的一个门压塔了 是的 踢一下小兵 这边来看 这只史前巨鳄肥的不行 对面只剩下一个 镜加上露露 那很难防守住 超级冰的一个攻势 是的 看一下这边四个人 撞得还都非常不错 三条小龙的一个加成 看一下最快的复活 这边只有一丝血 他不太敢过去点 光靠ruler的话 很难受 但是这边他只要远程 poke一下就可以 只要躲好对方的W 先看这边的话 鳄鱼又上了 狂入一套 把人赶开之后让自己的队友成功点掉对面的一个基地 挡不住了 盲盲多的一个兵线 现在没有人可以处理 这样的话 恭喜一下 KT 一场比赛的话 也是比较快的结束了战斗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就刚才这条鳄鱼啊 其实也是浩凯刚说完 在双抗这边堆起来的情况下 这条鳄鱼感觉无人能挡的情况下 EV2这波完了之后 三星心态就出现问题了 这波就没办法了 我两个去打 我的派出上野去干你一个 被你一个反爽杀 就主要是青岗鱼踢空了 没有晕到鳄鱼 其实你让鳄鱼跟你这样 站着队路 你是努不过鳄鱼的 就青岗鱼这一场的一个发挥 包括Ambition的一个手灯嘛 只能说是打刷效果很一般 就上野没有联动起来 而且Ambition这一场 有几波比较严重的在野区 就是做大龙视野的时候被蹲了 我跟你说浩凯 你叫附近择战斗 战斗中黄乃一套 Ambition已经乃了一堆人家 确实 乃半天 前章比赛确实Ambition表现有点差 确实从整个队伍的一个角色方面 KT还是要在战术层面里建立 就虽然说你这边拿到一血 我是人头怒吼你 但是我从下路的一个经济面来说到 我拿了你下路一血塔 拿了一条蜂龙 从整个一个得势来说 我还是要优于你的 那后续的一波转线 那KT又是优先于你 就是我转线的时候 你的一个AD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 你的AD还在下路推线 那我的一个双人组合转线 支援到上半区 你这边还想动我的上单的时候 我直接一波反打 又是顺势拿杀你人 代你塔 就是两波的一个处理 KT是真的是 从战术层面 还是要领先三星一起的 这样的话 其实更多的其实可以看到 前期这边 刚才刚开始对上线的情况下 KRUN在中路是优于对方的方 KRUN其实这个优势点 一直就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虽然说你在线上 你是能够压瑞兹 你能够压胖将军的一些补刀 但是你并没有把你的线上优势 就是去扩散到别的路 而胖将军在 就是虽然说自己发育的比较差的时候 但是他的两波 其实是支援 让自己拿了两个人头 你会发现 他在拿了两个人头之后 下路的一波 我做了一个小魔抗之后 我给你的一波对打 我就不怕你了 就是你前期的优势就荡然无成了 是的 第一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来之后 这边是鳄鱼的一个 smip的极限操作 最后还是被青钢影 收下了一血 但是同时的话 下路刚才也是被带掉了一塔 这边是Mata这波发现了攻势 带着双人路 收掉了这边的人头 这个闪现翼非常漂亮 这两波操作Mata都是非常的果断 两个明星中单的黄神PK 而这边的话 是因为这波大龙被劝推之后 这边胖没有赶紧走开 被对方成功的留下 是 这个闪现给大招 配合队友 这波特别的果断 是 瑞兹也已经让后了 这一波没有搭到的话 也死了 但这几波就有点 三个人要去拦五个人的一个 拿下大龙之后的一个攻势 其实很快就会被瓦解 这应该是放smip的MVP极紧吧 我觉得这波 画面中心都是他 完成双杀 如果第一波躲掉了 如果第一波躲掉了Cui的那个闪现 剪刀脚 对 再走掉了 如果用扭掉 扭身扭掉了 那个剪刀脚 那就尽点了 是的 而且下路还是一样 还是打塔 对 还是一样 好的 这样的话 今天的这场关键之战的第一个小场 现在是暂时KT1比0 暂时领先 那确实第一场来看的话 在阵容选择方面的话 双方都是拿出了当前该版本非常强势的一个点 其实反观来看的话 三星现在拿出了体系的话 其实战斗力也是非常的强 但是反观的话 在前期取得了一血的这个情况优势之下 在几波被对方牵扯的情况下 没有做出一个及时的反应和应对 导致很快的给到边路一个被对方打穿了这么一个概念 就主要是KT他的一个战阅重心点 他是放在双人中 他放在双人中 就是他拿了一个上单 就是不惧怕你青杠影的一个点 我拿了一个鳄鱼 然后你这边三星就有一个想帮青杠影帮起来的一个想法 然后你的第一波的一个攻势是发动的 他上路 那虽然说你的一血拿到了 但是其实Smip那一波他是把兵线清完了 然后换掉了你的两个产线 那一波死了 送了一血 其实并不是很亏 那反观双人中这边是KT拔掉了下路一血塔 然后拿掉了一条封龙 后续KT可以一直把你的兵线压在你的下路二塔 那也才有了后面 他双人中有一个兵线优势 能够率先的回程转上路 就你的进是没办法 你的进兵线被推到二塔附近 你得先把兵线推出去 然后你才能够回程去志愿那个正面战场 那KT就抓住这个可能就20秒的一个时间差 我发动了一波上路的攻势 那三星这个时候还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自己AD在收下路兵线的时候去上路干渴 你去上路干渴 对面的双路并不再下路 那可能很有可能就志愿过来 那就结果就是真的志愿过来 那一波死了人 然后又掉了一个在上单还想防守一血 那个上塔的时候又是又死人 上单又死了 然后又掉一个上路一塔 那整个的一个局面其实就很难打 因为你的两条边桃 那Rita怎么看这场比赛 这边KT在赢了三星之后 三星这边是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就浩凯已经说了这么多运营层面的问题 那我有说一些墨汁细节 就是一些小操作 包括一些失误 我觉得包括中期其实有几波机会 是能够配合露露或者是自家的上单 因为那个时候卡米尔已经没有再带线了 其实可以抱团去做一下视野 但是那几波其实都被KT抓到抓死了 然后Ambition有几个位置其实是很危险的 就比如说他去上路河道的那个草丛附近坐眼的时候 其实那个位置很容易被杰拉截到 就对面拥有非常多的一个远程控制技能 就是杰拉的E然后维洛苏的大 都是可以在他还没有发现对面位置的时候就把定住了 你说Ambition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他肯定也知道 但是那场他的表现 就是可能状态已经被对面就压制了比较厉害 他可能害怕对面因为有杰拉嘛 对面是拥有那种快速让式大龙的一个能力的 他还是作为一个打野 免得就是不想让对面有透龙的机会 还是想去做视野 对 而且确实 对 只能说KT也很稳嘛 就是说虽然是抓死了Amb神 但是也没有第一时间反而去东大龙什么 他们是觉得我本身 维鲁斯的一个装备也不错 这中路破坏的话 破坏一下的话 其实我可以强行拿塔的 因为他也非常清楚 就是对面这套这种除了新的拉以外 没有一个特别好守塔的选择 确实是这样 来看的话 其实刚才Rita提到过这一点 包括浩凯提到过的运营方面的话 这场比赛的话 Ambition个人的一些小的失误 接二连三的一个出现 导致对方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个瞬间的一个成长的过快 那边路的上海之后的一个运营 这边的话Ambition要弥补的话 更多的被对方大龙牵扯了太多的精力 然后几波操作 基本上死的都是蓝buff那个区域 要不是蓝buff左边 要不是蓝buff右边 都是被对方控制之后一套灌死 导致这个狮子狗的一个过多的一个阵亡率的一个太高 所以导致现在在野区上的一个完全丢失 视野上的也是完全的一个丢失 所以下场比赛的话 整体来看的话 三星其实在前期线上的一个对抗情况来看的话 并不处于下风 包括中路圣诞这边 中路这边Crowon还是领先对方的Pump 包括在拿到蓝buff的情况下 包括前面这边 MV盛行入侵到对方的野区 给到对方这边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更多的还是比赛在前转中之后 团队的一个运营方面 那及时三星如果面对对方的一些角色之后 第一时间发起应对 这个是非常果断的 就是说其实三星他们的一个选择 其实没有问题 他们在拿到青杠影的时候 是想让青杠影这个位置 这个点处于一个优势点 但是后续其实你的一些应对措施 就有点没有来得及 就是在你上单拿了一血之后 对面推了你一血塔 下一步要换线的时候 你要及时应对 你要把你的双人怒对掉过去 你不要让对面有一个 突然双人怒过来 变成一个四人打你两个人的一个局面 你要提早换线 然后让青杠影这个点 能够在下弄那条线 跟鳄鱼分带的时候 你让狮子狗继续去 就像第一波杠客一样 在那条比较长的线 继续把smap这个点给打掉 然后让青杠影能够处于一个 一直优势于对面鳄鱼这个点 就很好打 你这样说完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 我们三个刚才其实开场之后 说过一点 就是双方这场比赛 是一个真交对面盲的 一个进攻的护攻战术 而反观这场比赛 KT的话将自己的进攻 发挥到了极致 而三星的话 并没有过多尝试 去把比赛的这个进攻的号角 给吹响 因为更多的看 路组更多的是跑到牵持到 不断地去到边路支援 包括是视野的一个布置 而反观的话 KT这边的Mata 前几次 基本上这个进攻 都是她发起的 而且都是取得的 而且都是取得的 很多的一些成效 现在就杰拉 还在赛场上的一个原因 就是虽然是被削了 然后马尔扎哈上不了场 那杰拉一直在场上 然后但是却没有女将 过多的过来去限制她 原因就是 其实杰拉这个英雄 在包括现在很多辅助选手 喜欢去游走了之后 他的一个专人能力 还是能够 就还是屈指可数的 特别是在几方 有一定优势的时候 他在野区的一个 滚雪游能力是很强 因为他野区的埋伏 他一技能是很容易命中 而且他大招对于 整个战场的一个帮助 是很大的 要么分个地形 要么就是去有个机飞 能够控到很多人 是控制 其实我觉得 MATA的就是发挥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这一场KT的一个 赢下这场比赛 可能也是因为 三星给了一些机会吧 我觉得三星其实 第二场好好地去选择 就是打野的一个路线 包括要不要去帮人 这一场其实 狮子狗做的东西 真的是太少 就是基本没有开过一波 完美的大招去绕 或者找人去铺人 基本上没有见到的 因为六级那一波 下路KT很谨慎地回防了 把狮子狗铺了个空 然后之后的其实 每一波 包括上路 刚才浩卡有提到的 就是转线的这一波 直接掉塔 其实也很伤 就导致本来野区的一个经济 就被压榨得比较厉害 然后再没有去围绕着中路 和上路去打开这个局面的话 其实靠下路去carry的话 不是特别简单 因为就是静这个英雄 你等他的装备再成型 他团战里面也未必能打出 多少一个输出 但是KRUN其实不一样的 KRUN的辛德拉 其实一度有了鬼兽之后 是有一定的伤害能力 但是却没有能够 就没有机会去抓到人 去开团 其实在第一波 他帮助上单拿到人头 他们后续 如果上单能够连锁滚下 他来帮中拿一次瑞兹的人头 其实后续也会好打 对吧 就让KRUN也解放出来 你不光是上单肥 你能够让中单 KRUN不光是压刀 能够让KRUN有一定的一个人头入战的话 他可能中期的作战能力 还是会比瑞兹要强很多 是的 而且刚才其实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发现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双方的整个的一个对战房里面的一个 整个的氛围也是不太一样 就整个打完了之后 KT来看的话 这边是有说有笑 谈笑风声都在讨论一些 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确实他赢了吗 对吧 反观的话 其实现在方面很重要 其实说一场小局没有关系 因为让一追二战的事情是屡屡发生 而反观 我看了一下三星这边的话 基本上鞍掌门 包括是黄冠哥 都是在思考一些事情 可能更多的他们利用这个时间节点 让自己冷静一下 把心态调整一下 我觉得只要心态方面调整好了之后 在战术体系上 因为这五个人 这五个兄弟 可是经过了上一个赛季 大浪逃杀的一个磨练 而且还有很多世界大赛的一个经验 给到他们 我觉得还许有理由 相信三星接下来会找回自己的状态 而且尤其他们现在 又是关键的一个抢分之战 那两边都不允许有失 那么究竟谁可以抢下这样的分的话 其实还是关键第二场的一个大的对决了 如果三星赢了的话 双方回到同一起保险的情况下 那么第三盘 路子这手不好说 但是如果刚才上一盘上对手起势了的话 心态调整不滑了的话 很有可能KT就2比0 如果KT这场2比1拿下的话 那三星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争夺前二了 就是他可能也就去稳住自己第三 他争前二 因为他在面对SKD和KT 如果这场说的话 就属于一个全败 就这场如说了 还是会稍微有点担心 因为宾审刚才 就是东哥有提到 他那个表情确实很难过 包括这一局 其实有看到 KRONG尝试去跟PONG有一个对线 其实当时他们心里的 应该就是下路的那一波solo 其实他们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 我打赢了对方 我就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单 但是这边KRONG是失败了 因为他刚好虚弱是差一点时间 而且那一波瑞兹是刚好是时光出来 然后补了一个小摩抗的 对就第一时间 可能他也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只是抓住了一波机会 比如证明一下自己 那也是希望KRONG不要 因为这个事情就影响自己的心态 是的 那么我觉得其实双方的中路 确实是都是非常棒的选手 而且双方第一场比赛 可能发生的最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核心点 就在于鞍掌门和SKRONG两个人的发挥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怎么样鞍掌门能调整心态 真的按照浩凯赛前所说的 这个失业爱情双丰收 这个真的是关键 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的话 整个在其他的一个打野的运营方面 包括是在不要再犯小失误的方面 只要注重钱的话 因为鞍掌门 有点提到过一点 这是几朝 三朝四朝元老了 我相信大赛的这种 临时的调整能力的话 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鞍掌门 找回自己的状态 来盘活自己其他几条路 因为Ruler和COOJJ他们前期 这两位双人组搭档来看的话 下路不但稳得住 而且补刀还有优势 在对方拿了现在这么强势版本的一个 维鲁斯一哥的情况下 再配合吉拉这么凶的情况下 两个人是很稳得住 前期还压刀 前期还压对面刀 只是说在第一波自己打野的一个角色方面 打野决定去帮上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一波也做的蛮好 就是没有让对面有约塔的机会 就是你去帮上可以 我们下路把这个塔放了 就是尽量的不要死就可以了 但是主要是后续 他们可能转线方面 还是比KT来说的话 还是应对没有KT及时 没错 那么今天的话 确实LCK的赛场还是非常的好看的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LCK LPL今天都是比赛日 我相信今天两边的话 肯定是都是非常给力的比赛 送在正在周四这个晚间 收看直播的各位召唤师老爷们 那么今天确实这场KT的比赛 如果KT已经害了的话 可以继续让自己保留着去 这个期中冠军赛的一个机会 因为确实是为了争夺这张门票 现在各大赛区的 现在排在第一梯队的领头 阳的队伍都在开始发力 那么反观的话 三星如果这场比赛要一旦说的话 可能就掉出第一梯队 就因为今天在面对强势队伍的情况下 他们就很难拿下比赛的胜利 就感觉就确实是这支强队 现在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因为之前一个大赛的话 龙珠龙珍虎都已经找到这状态了 因为这几支队伍都是大家现在这个赛季 比较关注LCK的队伍 所以接下来这场对决的话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第二场 三星的一个核心表现 三星是必须要面对这一场战役的 因为KT还不上SKT SKT现在的积分是12分 比他们比三星是多4分的 那KT的话其实只是有一个2分的一个差距 那这场战役其实是为了他们之后 如果要面对更强大的一个对手的一个铺垫 我觉得肯定队员还是要有个调整 而且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么久按掌门的事情 我觉得要按照三星教练的一个习惯的话 可能就换成HARU了 也有可能就有个换人 然后也还是看一下第二场的发挥棒 其实刚才你们二位提到我一点 就是HARU这个赛季打得很刚 很凶 对 非常凶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把他放下来的话 反正是件好事 因为上场比赛的话 对于三星要说就是缺点凶 需要这边封个凶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就好了 好了 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场的关键的一个对决 也是OGN带来的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播 看一下上一场的一个数据 鱷鱼1万7 当然最高的还是DEV打出了一个1万9的一个伤害 Ghost的英雄出场之后基本上就是谈判的是最高伤害 上场比赛的话 就是说高光的秀的时刻的话 Smip可能会多一点点 但是上场比赛的话 DEV的几波关键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开团 包括输出的一个作用非常的强势 是的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第二场比赛同样非常关键 看一下MVP 给到了MATA的杰拉 MATA 哇 KDA超高 也是确实几波杰拉的一个机缘 而且他的意习呢是真的准 数据很好 4-0-6没有死过